对于大部分男士来说 开一辆威猛霸气的越野车 可能是每一个男士的梦想 最近就有一名青岛的赵先生 花了90万 买了一辆国产汉马 这是一辆东风猛士民用版 据他介绍 买车还送了一辆越野摩托车 如果不想开车 还可以开着摩托车得着风 下面就来看一下这款民用猛士 首先要说的是外观 前脸设计非常霸气 很有汉马的感觉 其他设计也都很军功 在硬派越野车里 他也是很亮眼 除了这些 这款民用猛士车身一体 稳定性能非常好 底盘还采用整体桥设计 配上前选弹簧 大大增加了其越野性能 很符合喜欢越野车的朋友 其次要说的就是他的内饰 相比外型的经验就有点简陋了 很多见过这款车的网友们都说 这款民用猛士的内饰 充满了农用车的信息 说实话 虽说猛士主打的就是粗广和越野性 不过看起来还是有点丑 当然了 这只是小编的看法 相信这样的内饰 还是能受到很多喜欢硬派越野车的同学喜欢 毕竟他们就是喜欢粗广霸气的风格 动力方面就更不用说了 各个零部件都是专门定制 所以在性能上比一般的越野车都要好很多 毕竟90万的价格 一定有他值得买的道理 对于这款民用猛士的车主赵先生来说 他非常喜欢自己的这款新车 他觉得相比合资车更喜欢国产车 主要买车还送摩托车 看了这些 大家有没有喜欢这款国产汉麻车呢